欢迎收看屈机论 我是彭宏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在12月19日 在新闻简报的会谈中 谈到中国近日爆发新一轮疫情时 他指出 他说 随着中国放宽防疫政策 加上不再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 外界会质疑官方数据 未能反映实际疫情 他说 任何时候新冠病毒在传播 就可能发生变异 并且对全球各地民众构成威胁 这也是美方专注于协助全球各国应对疫情的原因 普莱斯又指出 他说 考虑对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GDP 和经济规模 病毒造成的死亡数目 让全球其他地区会感到忧虑 根据最新媒体的一些报道 他说 美国的官方终于承认在中国武汉 被发现之前的2019年11月 美国国防部 如同一间公司叫做Labyrinth Global Health 签订了一份关于新冠病毒的研究合同 当这个合同真正被曝光时 显然提示了一个最简单的真相 就是美国早在中国武汉出现新冠病毒之前 明确知道这个病毒的存在 并且展开了有针对性的研究 在2020年 当新冠疫情蔓延 美国才是最大的感染国 而死亡率高期 他们的医疗系统崩溃 变成了束手无策 最终躺平 现在已成为封土病 再没有公布任何这些数字 其间中国是毅然封城 而致力于阻止病毒的侵入 历时了三年 而这个病毒经过多次变异 其实它的毒性已逐渐减弱 加上疫苗的普及已沦为普通的感冒 这就是通常病菌的疫情 是正常的发展 而对人民的健康已不再是严重的威胁 所以中央才决定要放宽管制 而染疫数据的意义 其实已经不是很大 冰者的鬼道也在中美的博弈之中 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 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和污蔑中国 但又不敢明刀明枪地跟我们打过 因此千方百计在传媒上压 其他不同的地方 一有事就来抹黑我们 拖坏中国的形象 自从二十大以来外交的形势逆转 大家都看到美国就更感到焦虑不安 现在当全世界已经将新冠 视为普通感冒的时候 普莱斯竟然以这类为题 宣扬中国威胁论 这些做法真正是司马超之心 路人皆见 在这一集我们继续讨论 在孙子兵法提出的五事七计 其中的七计 用这种思维架构推论中美博弈的关键之处 在屈基论的上一集 我提到所谓敌就是利害相冲的对手 而兵就是激敌 一旦双方无法妥协 就会兵庸相见 这样的时候再无仁义道德可说了 只有胜败 于是胜者为王 因此任何阴谋诡计都可能会融上 很多人是谴责美国的卑劣手段 如果从兵家的智慧看的话 这些是必然的现象 而美国的伎俩在大半世纪以来 美国在各大州制造战争 欺负弱国 颠覆政权 这些劣行已经是司空见惯 现在用来对中国 这些亦是必然的招数 在上一集中 我用道天地仗法这个五事 来分析中美的强弱 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必胜 今天我们再用七计 来深入分析双方的优劣 在一些关键元素之中 中国仍是需要不断的努力 才能够稳粗胜券 在《孙治兵法》就这样说 他说 主属有道 仗属有能 天地属德 法令属行 兵重属强 士卒属连 赏佛属明 吾以此之胜负矣 首先我们来看看主属有道 明眼人一看 就分得出国家主席 和拜登的分别 拜登已经年近八十了 他在美国的盛年中成长 享受了权力和荣华富贵 坦官的 如今碎碎老耳 他的精力和思维经常出现偏差 虽然从政的经验非常丰富 但时矣而势逆 过去的美国鼎盛时期的气焰 已经不复全 如果单凭过去的经验 面对全新局面的挑战 往往就会有不足之处 大家都会看到 通常年长的老人 大多数对旧事情是记忆犹新 但对目前的景况 有时掌握得不太清楚 有时还感觉到困扰 所以时常都会出现 追不上时代的步伐 以旧有的经验和伎俩 来应付全新的挑战 还会感觉到有时力不从心 连接八十 与时并进是很不容易的事 相对地我们的国家主席 经过时代的磨练 对历史上的国家危难 和民间疾苦感同身受 因此提出不忘初心 怒记使命的口号 这个口号真的很精彩 这些都是他由冲之言 还有在这个情况下 还要决心统一台湾 复兴中华 这是中华民族的使命 气质和精神 你看到两者的差异 何止千里 其次我们看看 将属有能 所谓将能就是自信人勇言 在上一集的屈基论里 我已经详细论述 而拜登和美国的领导层 包括军方 经常方话连篇 他们内部矛盾重重 例如当年为了剪除这些异己 掠夺资源 拿一包洗衣粉 就可以当为大杀伤力武器的证据 然后很明正言顺地 抖习一班的流罗 去入侵伊拉克 导致各破家亡 民不聊生 我们中国五千年的中华文化 对将道是有严谨的能力 道德和纪律的要求 凝聚了很多宝贵的智慧 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谓天地属德 能够成大业 必须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 现在东升西降的势头 是非常明显的了 大家只要看看二十大之后 国家主席却越的外交成就 就可以看到美国众叛亲尼的大趋势 所谓法令属行 这就要看看美国的内政和军方的管治 美国的大选勞民相财 两党的政治凝聚了国民的分裂 而国内的问题堆积如山 他们不去揭力治理 而是去穷兵独武 耀武扬威 他们的军事开支不断攀升 而相对用于民生 就停滞不前 所以美国国内的建设 很多都是陈旧不堪 2021年1月6日 在国会山庄的乱象 正是他们美国国内的矛盾重重 法治危机的表现 我们看回中国在疫情中齐心抗疫 对中央的信心 处处表现出国人的团结 法治和纪律 而且在我们的易经系词里面 他就这样说 他说 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我们真是万众一心 所以是所向披靡 关于兵重熟强 在这方面 虽然我们不断在努力 希望寻求突破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一个暂时无法改变的事实 就是中国现在的武器和军力 仍然落后于美国 他们仍然是世界的霸主 就是二同管好全球 所以使得他们的军力分散 而多年以来 美国在不同的地区挑起了很多的战争 大大小小的 因此积累了很多丰富的实战经验 我们是绝对不可以轻视的 相对来 中国我们努力训练的新军 是缺乏了战场的实战经验 除了少数参加过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和波斯湾巡户的海军之外 大部分仍算是新兵 因此当实战来临的时候 真正的战斗力仍是需要考验 我们一起是拭目以待的 不过在2016年3月间 在南海和美国海军的对峙的时候 中国的海军卓越的表现 证明我们的士气高昂 同仇敌丐 不畏强权 为保加园 试死如归的精神 这是值得我们感到骄傲的 而当年朝鲜战争 以这个弱性强 亦是凭着这股无敌的士气 和争取回来的辉煌的成就 从地缘政治形势来看 未来中美的最后博弈 最可能出现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域上 因此这几年来我们全力建设海军 就是准备要面对这个无可避免的战事 因为为什么 升则国泰民安 败则倒退数十年 这真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全亡之道 真是不可不察也 当短兵相接的时候 就要看士卒熟练 美军因为多年来 凭着武器精良 军力强大而称霸 他们的士兵普遍都养成了一股娇气 认为自己所向无敌 虽然大多都经过严谨的训练 甚至是经验丰富 但是军队内部其实是矛盾重重的 他们的士兵的纪律 已经有散漫的迹象了 例如军队内 对那些下层的兵的欺压 还有毒品泛滥 男女的乱象等等问题 真是多得不可升数 甚至在战场上 亦犯下了不少滥杀无辜 违反国际规例的罪行 所以美国优秀的年轻人 大多都不愿意参加军队 而致使到那些兵员的素质 是每放月下的 相对地 中国军队的纪律严明 士气高昂 如今面对美国的压迫 深名外母之辱 加上至至要完成统一台湾的历史任务 正是师出有命 练兵有道 最后赏罚宿命 这些是任何一个管治者 必须明确的法道 美国驻外的兵员更多 例如在日本琉球的美军 时时在骚扰当地居民 甚至侵犯妇女 犯了很多严重的罪行 但无需受罚 因为美军是拥有治外法权 在当地的司法部 根本无法管制他们 这种十分霸动荒谬的行径 而相对地 解放军是以纪律严明见称 风气是纯朴的 所以优劣立见 苏东坡的爸爸苏迅 在他的《全世名作》《权书》之中 深述他就这样说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 将战养其力 既战养其器 既性养其心 什么意思 就是告诉你 凡是真正面对战争这件事 要避战首先要有资源 打的时候除了实力之外 还要士气够不够高昂 那是否万众一心 军心如何 然后如果你赢了 要告诉你千万不能叫居安施危 我相信中央正在全力在备战 过去几年的封关 正是深谋远累 仰征促蕊 尽力调配内部资源的最佳时机 很多普通的民众 很多时只会沉醉在我们过去经济奇迹的成果 活在小康的幸福之中 可能还未察觉到内忧外滑的危机 我可以告诉你 未来五年是风高浪急的 从种种的迹象来看 美国是绝对不会霸首的 还会千方百计 不择手段地揭力打压中国 这是美国衰败前的垂死争扎 也是最危险的时刻 我们是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所以我们必须团结一致 万众一心 才能够实现中华盛世 我是彭宏基 我们下一集再见 还有第二位 我们今天注意itet 第iff担 全部将留言 Supreme 从我的公寓 因为我长期购置 フル 好 非常 yorum 但是